在一个交错纠缠的家庭纠纷中 一个毫不避讳的现实展露无遗 阿公与媳妇生下了一个法律上被称为孙子的孩子 家庭的核心阿公的儿子在这场风波中愤然而去 将他的妻子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驱逐出家门 然而家庭的结构在阿公的儿子逝世后有了重大变化 老人阿公心怀愧疚和哀痛 将流离失所的媳妇和孙子接回家 但这个家庭的故事并没有结束阿公过世后 他的孙子也就是他的法定儿子 意外继承了价值五亿的房产 然而这里的神秘和阴谋并未就此结束 一位代理人的儿子这位管理五亿房产的人 惊人的与阿公在法律上是孙子的儿子办理了结婚登记 然而这幕剧情的最高潮在两小时候到来 这名年仅18岁的新郎跌下楼梯身亡 一名年轻的生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结束 而当事人的母亲却带着控诉与悲痛站了出来 他指控代理人和他的儿子策划了一场谋财害命的阴谋 然而真相尚未明朗 这场满部谜团的家庭风波正在接受深入的调查 我是你个拐 你这个招老头嘴坏的好